好吃啦! 五肉當小當家教訓 Good morning! 又是轉新的一天 歡迎來到香港買東西吃東西 自己的 昨天我們已經來到了香港上環這邊了 我們這次住的飯店是 物會上城上環酒店 我們在生活頻道有拍一個開箱影片 那為什麼這次會住這邊? 因為我們要來這裡廣街 不是 因為這裡比較便宜 CP值比較高 不然香港其實住飯店也是蠻貴蠻嚇人 我不好意思說就知道 我記得之前我們也是一個晚上兩三千塊 然後只住到大概五坪的房子 是四人房 四人房喔 兩個人睡一張單人床的概念 然後洗澡的地方就是一個人站進去 門口都關不起來了 就這樣 就這樣 真的超級小 那個印象超深刻的 所以這次呢 就找一個可能房間稍微要大一點點 然後價格也比較親民一點 對對對 所以就住在上環這邊 那今天這邊呢 我們可以到中環跟下環去逛街 其實交通的時間也還OK 然後這邊可以體驗地名車啊 地鐵啊這個都可以做到 好 那我們第一站要去哪裡? 我們第一站要先去買那個 鹹寧漆 對 檸檬王 對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來到香港 然後我就念念不忘的那個鹹寧紅 好像有點印象咧 就是在這個巷子裡面的左邊的樣子 上次來已經是2016 喔 看到了 檸檬王 左邊 哇 好香喔 我是那個 檸檬的味道 喔 甘草蘭 我最愛的 它還有八仙果耶 它八仙果長得比較咖啡一點 我們是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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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檸檬 鹹檸檬 這就是前07做的那個嗎 我們買完了 他剛剛說甘草檸檬沒有貨 甘草檸檬沒有貨 我今天還買了一個 我覺得很特別的 這個紅糖漿 他說這是直接吃的 我看它有紫殼化彈的功效 所以我就拿了 下一站我們來吃東西 這邊在尖泥地層站 就是港島縣的最後一站 星星石家 它營業時間是凌晨3點 開到下午4點 我應該是看七七的那個影片來吃的 他說是很道地的那個 香港人會來吃的鋼點店 真的喔 真的很道地耶 而且比我們昨天吃的便宜太多了 但我看到一個很可愛的 它這裡寫 這不是春捲 所以你是什麼 你應該還是點我們最愛的吧 像你那個燒賣 喔 燒賣 喔 燒賣 哇 看起來超好吃的 你要吃嗎 看一個 這是牛肉麵的這個 這好吃 好吃 好吃喔 有多好吃 感覺很嫩 會不會啦 不會 不會 它的嘎魚是那種濃厚系列的 它牛肉超嫩 沙絞 來品嘗一下 它蝦子裡面好像還有包一些很細很細的筍片 吃起來你會吃到那個脆脆的筍片 跟我們昨天吃到的不一樣 它口感沒有那麼紮實 咬下去不是硬的 它咬下去軟的 它咬下去軟的 我現在吃的這個是 炸仙 有夠大顆的炸仙 它吃起來很像麻糬 但是是爛爛的麻糬 然後它整個都甜甜的 包覆這個 就會變脆脆的又軟軟的 然後甜甜的 這真的很好吃耶 這應該每個小朋友都喜歡 超大顆 超大顆耶 這比我臉還大了 怎麼可以這樣 好Q喔 天啊 而且這超好吃的 它都剛出爐 熱熱的好好吃 我們嘗一下他們家的糖水 他們的粉比較軟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Q 吃起來很像在吃那個 蛙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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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想說我很愛吃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味道 花貴一模一樣 我們運氣蠻好的 我們十一點半來 沒有什麼人排隊 進去直接就可以吃了 然後現在十二點半出來 人精很多了 都在排 因為它裡面的座位其實沒有到很多 昨天我們吃了 四千塊 就是一千塊港幣 然後香港人說這很正常 我直接嚇到腿軟 今天總算是恢復正常 今天是多少 吃180 180 但今天沒有昨天點這麼多 但是還是便宜很多 它這樣子真的就比較接近台灣的價格 因為一般香港人都會來吃的店 我們現在來到了叢羅灣站 是的 所以我們來到一個這個叫什麼百貨 西聖廣場 這附近好像就有很多百貨 有SOCO 然後有這個廣場 我剛剛看外面好像有徒步街 還有你愛的那個蛋塔店 不是我愛 是現在很紅的我沒有吃過 所以我們直接看到一間迪士尼店 就被吸引了 它應該是個快閃店喔 應該是 它有好多盲盒 這邊都是盲盒 我想抽公主 你看這個好可愛 天啊 一人買一個 所以我們家四口一人買一關 可以可以 那我買米奇 那我幫妹妹買 欸欸欸欸可以這樣是不是 你喜歡哪一個 四隻 這隻喔 好我們看是不是隱藏版 打開打開 喔喔喔喔 看 這誰啊 那個武士吧 我只認識那個黑色的 偷看 但是不要偷看 那我怎麼叫不出來 啊蜘蛛人啊 看一下嘛 你這個精細感給的很奇怪 這隻 哇 Miles欸 Miles 還有 頂藏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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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木蘭 哇 不錯不錯不錯 木蘭好可愛 木蘭不錯欸 而且我這個下面有燈 欸真的 它是一個小夜燈 好可愛好可愛 是木蘭 牠沒有牙嗎 牠是金色還是 三六一 牠好像都可以喔 牠不敢看 牠不敢看 喔喔喔 好可愛 高彩嗎 可愛可愛 哇好可愛喔 天啊 去日本穿這個很潮欸 天啊 這間的都很少女欸 這是 咖啡少女 真的欸 這是小朋友的嗎 這是小朋友的 這是小朋友的 是妳應該可以 我要吃咖啡 我要吃咖啡 Ladies真的都收好欸 真的真的賣超好的 然後眼罩這些全部 全部賣完 大豐收 最後媽媽選了兩件 一件是這個 但我拿的是那個 桃紅色的 梅胡色 還有一件這個外套 這兩件加起來 大概8000多塊台幣 它單價算是比較偏高一點點 但是這個本來是 一件就8000多塊台幣 然後它折扣後 就是剩兩件8000多塊 剛才有買寶可夢系列是沒有折扣的 就是它那個價格 它一件大概都是4000多到5000 有點像我們之前去住那個 買那個潮流皮卡丘那個 對對對 剛剛有一個香港的觀眾 跑過來說要請我們吃蛋塔 哇 太感謝了 今天好幸運 真的 而且這幾天在香港 都覺得大家超友善的 真的真的 好吃我們再買一盒回台灣 很多人都會坐飛機帶回去 就跟那個Krisby cream一樣 好啊好啊 第一次要走來他們門口吃 對 才有儀式感 假裝是我們自己排 你看現在後面排好多人喔 超多人的 應該還有30個人喔 有喔 我自己是喜歡吃樸式蛋塔 這個好像比較 介於樸式跟港式中間對不對 樸式蛋塔 哈哈哈 它比較厚一點點 對 它比較厚一點 吸一口看看吧 看起來好脆喔 嗯 我的菜耶 真的喔 因為我覺得它皮很扎實 比一般吃蛋塔來得多一點點 就是酥皮少少的蛋黃液很多 我覺得這樣吃起來很剛好 嗯 這甜度我很可以耶 嗯 但我覺得熱的話更好吃 我們剛剛已經放一陣子 嗯 這如果回去再回溫 回烤一下 應該很讚 嗯 喔 到了 我們現在到新發街 我們要去 吃牛肉湯 吃那個牛肉湯 滑解牛肉湯 好酷喔 第一次坐丁丁車 掰掰 掰掰 我們一走到就聞到那個牛肉麵的香氣 是滑解 而且它是米其林的那個 應該是必比登 來吃吃看媽媽最愛的牛肉麵 對啊我看到那個 而且它是細麵耶 我喜歡細麵 而且看起來還有那個雲吞超熟 其實這個牛肉麵來先喝一口它的湯 它的湯頭是有蠻濃厚的那個蘿蔔的甜味 因為它是清燉的 所以喝起來就很清香 不會太多那種肅沙的味道 牛肉麵 牛肉麵 好甜喔 如果在我們家附近的話 蘿蔔應該會美麵來吃 它麵條是那種 港式的那種式的意麵 不過我們平常在吃牛肉麵的那種 蔥皮會蠻不一樣的 好吃耶 對 我們昨天的戰利品 全部都在這邊了 帶了三個箱子 少帶一箱 就這兩袋裝不下 這次我還是硬嫩的把它塞好塞滿了 我們昨天就是逛到幾點 五點多 對五點多 四歲跟六歲陪我們買東西吃東西 對阿我覺得OK 大家看其實那時候我們買累了 所以我們大概帶兩個小孩的極限 大概就是逛到五六點 對 然後我們這次住的地方 離地鐵站大概走路五到七分鐘左右 還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對 其實上環也沒有我們想像的遠 我也覺得耶 對阿 結果其實去中環阿 然後跟銅鑼灣那邊 大概十分鐘的那個車程就倒了 然後地鐵大概五六站而已 嗯 好了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來香港唯一的買東西吃東西 算是都有吃到我們自己心目中 想要吃這次香港的美食阿 我覺得這一次吃的真的都很好吃 果然跟著七七吃是對的 而且都還蠻道地的 嗯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大家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次再見阿 掰掰 小缺一點 但是我們只會一直覺得可以跟我們出位 對他的廁所也有嘔吐耶 可是進去的時候發現 哇好乾淨好清香喔 結果開箱開到房間的時候發現 欸有一個怪怪的味道跑出來 還是有一點美中部署的地方 對阿 我覺得昨天整隻的CP是已經算好的 他就拿了一罐方向寄給我們 我沒懶得換房間來 對就等待一下